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謝謝 各位童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我今天向到秘書長命令 跟大家報告 我們去華盛頓酒會的一些盛況 阿修先生 工程師你給我辦 為何這些機關會被裁測 麻煩你給我辦 為何這些機關會被裁測 我先 我先給大家請問一下 我們不知道 中華民國為什麼 秘書會被裁測 我們知道嗎 不知道 我先給大家報告 因為他們已經被裁測 秘書會被裁測 再來 體委會也裁測 再來 三軍司令部也裁測 行政院新聞局也裁測 再來 軍法局也裁測 黃宗邱 像事情亂到這樣 結果軍法局被裁測 但是 實際上 軍人發生這件事太多了 為什麼要為了他為了 黃宗邱被裁測 不是 那是藉的機會 美國剛才順便 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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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法局裁測 不是真的為了 黃宗邱一個人 我們也知道做兵 發生事 喪失生命的 很多 但是不是因為 黃宗邱這件事情 是因為剛好 美國軍事政府利用這個機會 把中華民國的政法局裁測 再來 憲兵 蘇聯報 被裁測 他併入入軍 再來 軍隊的徽章 中華民國軍隊的徽章 語律塗掉了 他說要低 低辨識度 我跟我們騙說 他為了要低辨識 低辨識 再來 新竹23雷打 現在給美軍控管 再來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宜蘭 台灣民政府 設在哪裡 設在中華民國警察局對面 在這裡都沒有事情 甚至如果有什麼總統 警察局還會去幫我們 所以 要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有這些事情發生 可能你們都不曉得 現在跟大家報告 這些事情一直 這三年來 這些事情全部發生了 這些背後的那一個指使者 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那個 好 我才開始 首先 我從2008年給大家報告 在2008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2006年 秘書長林志森博士 他發現到台灣真正的地位 就是 我們台灣是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所以 所以他就開始演講 他說他要就 228的人 做會來 改他做會去 美國政府 其實就 改美國總統 然後 希望 就是 他希望我們大家 改有這個共識 但是 我們搞到 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那時候 有218的 跟他做會去搞美國 一直到 搞到2008年的時候 我們搞到 罪格法院 在罪格法院 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我們在 2008年 二月設立的時候 我們在 台北 正式成立 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 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 是台北民生 北陸公務人員 訓練中心 給他租在那個場地的 本來是叫做 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 美國叫做 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 因為美國軍事政府 這樣 太重 他們說 他要簡稱叫 美國軍政府 我們台灣平民政府 為了要跟他們 說話那麼多 所以我們 說台灣民政府 所以 你如果說台灣民政府 他真正的 名稱叫做 台灣平民政府 你如果 問你 你如果不是叫台灣平民政府 你是叫台灣政府 其實 我們為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不是叫台灣平民政府 這是這個由來 跟大家說 再來 在 20010年 七月設施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他是根據 萬國公法 政政法 和國政法 在台北生立 水後 在四月二五 的時候 我們有基盤一個全球代表大會 當時 參加的 政黨 有農民黨 有民主黨 有共和黨 頂頂 我們是核實美國的 這些政黨 都是把美國定義的 不是把中華民國政府定義 那時候 參加沒有民進黨 沒有台聯黨 沒有國民黨 我們只有200幾個人 剛開始200幾個人 後來他一直 要整個 要幾千人 他還在演講 然後很多個人 就一直 有共識 還有加入 所以我們那時候 參加的人 參加這個 全球代表大會 有一千多個人 那時候 有 農民黨 民主黨 共和黨頂頂頂 這些政黨來參加 最感染的就是 農民黨的黨主席 剛開始 我要告美國的時候 大家都 欠沒什麼錢 因為美國 那個法 你如果要告法院 你如果要出來告的時候 律師會 那個起跳都是 一個起訴會 都要三萬塊美金 三萬塊美金 就代表90萬 我們 我們都沒有財團 大家都五百 一千、兩千、五千這樣欠 要欠 九十萬 還沒有幾 還沒有一個月就沒有了 結果是 農民黨主席 就是詹明賢先生 他 那時候 聽秘書長演講之後 他既然就 將他的房子 去貸款百五萬 直接給律師 所以 我們才因為 有他 做我們的抗酸 我們開始 有那個信心 大家予告 一直怕兩三年 這個 控訴的過程 我們都不是用 政經的方法 我們是用法律 的訴求方式 但是 再來 這也是美國政府 政府方面 教我們 我們怎麼走 怎麼做 再來 在七月 設施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 接受美國 在美國華盛頓DC 設立一個辦事處 我等一下 等一下 我放一個音頻給大家看 因為 剛開始 都沒有人 打算回來 我也在紙面上 這樣看而已 這次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都去參觀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打算 打算完整的辦公室 的照片 等一下 打算給大家看 九月設備的時候 在九月八號的時候 美國政府方面 他要請我們 跟他最會 在四季酒店 基盤一個 基盤第一次的集會 那邊的集會 那邊的集會 美國媒體 行論說 是送米靈以後 台灣人 最會成功的集會 因為 剛開始 我們法理學院 還沒成立嘛 志工很少的 當時那個集會 我們完全都沒有設備 設備 沒有設備 我才有一支 錄影盤 這是他每方 政府團員 跟我們作會基盤 因為有七十幾個人參加 我們這邊到十五個參加而已 他把我們錄影 錄影純正 錄影之後 送給我們祕書長 祕書長 把他copy幾百塊 那個 我們在買書找我 那個小姐 那不知道有嗎 如果有 大家可以看他 等一下 如果說要有時間 我放一兩分鐘給大家看 我們第一次九會的狀況 再來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 2月16號 2021 2011年 正月16日的時候 我們就第一次法理學院成立 正式成立 很冷 那時候只有四度而已 而且每一個學員 來上課的學員 都要自己帶稅代 自己帶檢討 不像 現在 人家說 前忍重數後忍成兩 你們算已經很 很好的 都 都 來的時候都不用炸金頭 什麼都睡得很燙 我們以前來的時候 都要自己帶自己的睡袋 自己帶自己的瓦 什麼都自己 因為那時候 我們經濟很困難 根本都沒有錢 可以買這些東西 而且慢慢的 一直到 已經 已經八十幾屆慢慢的 經濟上它許可到 還買米酒皮 買金頭 要傳電 傳電 這樣子 這間 我們可以有這個 所在做我們的訓練中心 那是這個帝主 叫尤先生 他那時候 政治到阿公 帶去聽美書長的演講 聽完他很久都 美書長的 理念 他就說 他有一間 就 那邊 那間大樓 這間 這間 還沒開始 只有那邊的大樓 那間 五樓 他說他有一間大樓 都沒用 很久沒用 他二十年沒用 他要讓我們 他說要讓美書長去使用 這樣 帶他來看 美書長來看 說 很高興 但是都是 房間 以前五樓 都一間一間的房間 全部都是 因為他以前 以前是要去做養老院 但是買了 沒有營業 因為 他總共有三間 四間的養老院 他可能做不去 把他一間去 買了都沒用 那時候 五樓 那個告示 本來是一間一間的房間 美書長看過 他說 都沒有告示 很可笑 可能還要找寶位 尤先生聽到這樣 隔一天 水舊跟人 中五樓 那個房間 都總共調 然後水舊 美書長來看 美書長你來看 看這樣可以嗎 有夠大間 不夠大間 後面還要說 美書長看著 很開心 想不到他 是講真的 因為有的人 都是用嘴 說 他不會實際行動 實際行動 結果但是 尤先生 說到最後就做到最後 當然 依然而然 我們就沒有收選 第一次的地方 就選一切的地方 做我們的幹部訓練中心 因為在2008年 我們成立台灣 平民政府的時候 美國 他就說 你200幾個 老家的執政 有可能 有可能 台灣都 執政 你有200幾個 人去看台灣 這個政體嗎 他說 你要快去做幹部訓練 但是 我們也知道 我們要去找一個幹部訓練的地方 很難找找兩年了 不是做金很貴的 不然就 沒有人敢做人 我們要聽到台灣 拼命政府 走到買水的時候 我們是 以前都說 我們是 其實我們不是 是中華民國還是 我們是 可能我們一直聽一下 我們就知道 中華民國 他是一個 在美國來說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因為他CIA跟他聯絡 CIA在美國 他的政府官體裡面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然後中華民國 都跟CIA去聯絡 所以等於 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是一個民間組織 我們不是 我們是直接 對美國軍事政府 USMG 所以我們是 美國政府 裡面一個機構 美國軍事政府 他裡面管轄下一個 一個 一個機構的 一個團體 所以 那個 我這樣就說 尤先生 他就依然接著講到 然後 秘書養 看完 就用那個地方 因為 那是因為 美國一直叫我們 我們要找一個地方 來做幹部訓練嘛 所以我們就開始 剛剛在那裡 2011年 2月16號那時候 很經濟很困難的 集合 跟我們做那個地方 剛開始 炒創很困難嘛 都 將就 然後就 在那裡第一屆 選有七十幾個 七十幾個 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我們 已經找很多地方 然後大家一直去找說 大家很希望 可以趕快做幹部訓練 已經 兩年了 早了兩年 所以我們七十幾個 是非常 雖然說 環境不說好 不好 不過我們大家都 非常的高興 反應到那時候 第一次 大家都 真的哭得 哭得去照相 你可以想像 紀太幾個年 從2006年 還有 然後 一般那時候 台北都是那時候 都想說台灣可以自己建國 但是 走到現在來 美國 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不可能獨立 我們不可能建國 我們可以走自治這條路 因為我們是 日暑美戰 我們的法理真正的地位 是 收益在日本天空的手裡 你知道嗎 我們聽兩三天 你知道嗎 占領款是在美國軍事政府 那邊 所以 我們目淨台灣 可以走最好的一條路 就是只走自治 組織這條路 有一個好處 軍防 國防方面 美國他會把我們負責 我們就不用再開國防的費用 其他 我們收的稅金 或是我們的收入 跟我們的台灣 這個政府的收入 我們可以好好做教育 或是社會福利 或是其他的一些文化方面的 八成的教育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 跟我們教育六十八年 都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這是非常錯誤 讓我們台灣人上海很大 所以我們要用 很久的時間 到我做一種八成 還叫做精神 要告訴我們 我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這就要靠 現在我們所有的 我們未來也能感報 去做這件事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工程 然後我跟大家報告 結果就是三年 我們這樣分成三年 三年之後呢 美國他就要邀請說 你們現在已經分成三年了 不簡單 還可以分成四千人 他就要邀請我們去基盤 第二面的酒會 第二次就是三年之後 2013年九月找人 台灣民政府 他就跟美國 跟風 再度基盤一個 那麼大的集會 兼記者會 甚至我們邀請 現在ABC電視聯播網 那個主持人 Scott Schumann 他就是 2013年 訪問那個 美國總統歐巴馬 那個名主持人 他來匯長 做我們的主持人 這天 是大家 我們台灣人熱烈 請客的 而且主席 在匯長 他有說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就是在這篇裡面 他那個演講 我簡單給大家解釋 他就說 希望美國 美國軍事政策 也能比照流球模式 發給我們台灣 有清醒 以前的人 一個旅行證件 因為我們 沒有要拿 中華民國的護照出去 我們沒有希望 我們都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我們沒有要這個東西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要拿台灣人 蓋油的旅行證件 當然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是自治區 美國軍事管理下的 一個自治區 我們不是護照 我們叫旅行證件 我們希望美國軍方 美國軍事政府 也能發給我們一個旅行證件 目前美國還沒給我們消息 可能 看大概下個月 下個月 歐巴馬 他會去訪問日本 看他有什麼 看他有什麼 好的消息 可以 跟我們說 我們期待這樣子 因為 聽說下個月 美國 剛開始 美術長 他認為說 可能參加的人 超過十八 就很多 可能不會超過十八個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 定基票 定十八張而已 後來到報名結束的時候 有三十幾個人參加 三十幾個參加 因為我們要去的人 一個人都要自己 準備十萬塊 十萬塊 是基票 將近七萬了 還在那裡住宿 住宿那個五星級的飯店 住宿四天 一天一枚 一個人要五六千塊 所以十萬塊 差不多 連吃飯的錢都要靠 都是自己 當然 秘書長和主席 他也請我們幾個回來 所以我們大概吃飯也不成問題 我要給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這次去美國的總控 因為本來是 所以我們就分成兩隊 頭一隊十八人 十八人有潘信信副主席 他帶十八人 由台灣背到東京 東京還背到抵特律 然後為抵特律 還坐扶人機背到雷根機場 因為美國華盛頓特區 他的基點叫雷根機場 然後我們第二隊 我們要去廟買十二頂的機票 十二頂的機票 就分第二隊 我們變為湯 背到有東京 東京還有背到亞特蘭大 由亞特蘭大 還有背到有東京機場 我們就 大家就說好了 要去東京機場 都不要出去 在那全部會桌料 跟大家一起出去 本來因為很幸運 參加第二隊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二隊的趣聞 那齁 當那個九月催事 去年的九月催事 我們到九點多 就從這裡坐扶人機 坐到 坐扶人機背到東京 差不多十二點多 然後在那裡 等到差不多四點多 我們很順利的搭上了 達美航空公司 然後坐飛機 坐到亞特蘭大 背十幾點鐘喔 背十幾點鐘到亞特蘭大 我們搭到亞特蘭大 那個 那個海關的大天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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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很多人 幾百人 比我們今天的人 只要跌了三四倍的人 整個大廳都是人 都是人 都靠一靈 靠一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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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也靠一靈 靠一靈 我們靠一靈 還要靠海關 靠兩點鐘左右 我們那時候很煩惱 因為我們的分析有delayed 有免中 我們本來按照 1點多鐘 一個半小時 結果存四十幾分 存四十多分 分析就要飛了 就要飛到雷根機場 那時候夫人就很堅定的說 把我們集合起來說 我們蓋一個臨時會 看要怎樣 存四十幾分而已 這這樣排到來一定不會有 那不會負責 就這百分析 有百分析不一定有十二位 有可能兩位 三位 兩位 三位 我們十二個就分幾十倍 分幾十倍 起到雷根機場 隔一天就沒辦 四十幾節會一定不會負責 搞不好隔一天到我 就有的人隔一天才會到我 我就慘了 我就想辦法來看我 這一幫會去坐上這樣子 那時候就 潘良華副主席就說 跟他們溝通看看 可以讓我們 有什麼快速通關的方式 不然我們婦人家坐不住就慘了 因為夫人她 在外國住幾年 那外語能力比較強 講得她說話 外語講得很好 我就想說 我們大家都說話 哪大隻的 還要說話 沒有辦法溝通 不然妳去說看看 夫人就說 好不然她去試看看 她就拿機票 拿邀請函 還拿新聞證 去跟美國官員說 她怎麼溝通 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在旁邊 結果十多分 她就把我們握手說 快點快點 她海關說 她要開旁邊的塔門 要讓我們外面過 特別開一個櫃台 讓我們12個通關 這樣子 喔 很開心 我們台灣民進府 第一站的外交戰 我們跟美國打的 第一站的外交戰 十幾分就成功了 很厲害 妳看 妳如果說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她怎麼有這個能耐 不一定喔 她們的外交官 搞不好也沒有這個能耐 說有辦法讓我們12個人 這樣12個人通關 結果我們就12個 經常走行李拖 走去旁邊 然後旁邊的人一直看我們 我也很怕他們的視訪 你知道嗎 還好都沒有 我這四人第一邊走 特別關口 我這樣 去出國幾個邊 特別 特別走一個 可以為我開的塔門 結果真的 他們真的開一個門 讓我們過 然後 我也沒有問到什麼 我們一個人 不需要一分鐘 給我們看 他們回去 就過了 我們每個人都一定 準備這項 準備這一個證件給他看 因為你看 我們的證件外面 後面已經磨損了 已經越幾個邊了 越很多邊了 後來我們就很順利 差不多十多分就通關完畢了 這真的想不到的事情 當然 那時候我們是團體 團體 有可能用特別關口 但是妳如果個人說去美國 我不知道可以 不可以 我就不認識過了 不過我有一個朋友 比如說 他真正有三個人 他要去南美中 他要經過美國轉 轉機 其中有一個 他有來辦新聞證 我跟他說 你要知道 你這張新聞證很好用 你企劃嘛 他就知道 其中兩個都沒有辦 結果他們去到美國海關的時候 三個都讓我們下來 問到一大堆 因為 中華民國那個 那個報告是 劉門政府的報告 那個綠色皮 你要知道 綠色皮是 就是流亡政府 一個不正常國家 所發的護照 一個國家所發的護照 不正常國家發的護照 是綠色皮 正常是土灰色的 這種類似這種顏色的 所以 我們拿到那個綠色的 你會覺得 你拿到綠色的護照出去的時候 很多人 很多海關都在刁難 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 中華民國是一個 不正常的國家 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所以他會給你 刁難是正常的 其他我們那三個朋友 就叫做貼籃 就要問事情 問一大堆 他可能 他講英文 也可能 講英文 也都沒有什麼 頭髮 因為畢竟 我們不是外國人 講 兩三句而已 後來 其中一個 他就想到說 我叫他這張 拿出來看 他想到說 他還拿這張 說他有這張 結果 那個人 美國海關看一看而已 那個就先過 其他人在那裡 問要半點多少錢 還給他過 所以 他說 他說 真的這張有效 後來 當然真的 其他人就有來辦了 就很多 很多的朋友 就有來辦了 就像那次說 這張真的有效 然後 這張 我去日本幾十遍 我去三遍 都12月 我們都去日本 提供住 住宿嘛 啊 去年啊 去年聽說 有一個通信啊 台中華民國的護照 說 要去日本的銀行 要去給他換錢 不知道是 美金要去換日幣 或是 台幣要換日幣 我沒有解問清楚 結果 台中華民國的護照 他不換他 拿這張 出去說銀行就換他了 所以這張 從日本跟美國 目前 我知道是 真的很好用 比中華民國的副照 還好用 所以我給大家認證 還有這張 我們在美國 四五 我們通常去六陣 我們只有排六天的假去 加一分機就 花了兩三天了 兩天多了 我們其他時間 十層排得很清楚 我們有去參觀 國務院啊 博物館啊 還有白宮那些 有參觀 日幣都要證明 身份證明 有晶片的證明 證明的文件 我們大家都拿這張機 都可以 都可以去參觀 這張錄過的 可以進去 我們是沒有拿 中華民國的副照 因為我想那張 應該 到時候他又刁難你 所以我們都是用這一張 我都三十幾個人 然後我們去 不管我們去參觀 美國的 不管在華盛順DC 參觀他們的 政府機構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地方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這一張 都很順利可以用 這給大家印證 所以你看我 我晶片路過 都有點磨損了 主要是 因為我親身經歷 他說 叫我來給大家 見證 這一張我們真的 在美國很好用 你如果有去美國 你一定要帶去 你如果出去 如果中華民國 去找你 麻煩 你去看看 這是我的經驗之談 所以給大家報告 現在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就是我們在雷根機場 雷根機場 最好在那裡大家集合 然後大家一起出雷根機場 我們在那裡合照 剛開始 我們就晚上出雷根機場 已經八點多了 剛開始 飯店 說把我們掛 中華民國的 機子 我們就順利 控制 說不對 你掛不對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跟那個完全不一樣 他就馬上改 你看他就改 我們的機子和中華民國 都把我們掛起來 你看這兩個 我們還要控制 我們跟中華民國 完全沒關係 你掛不對 你一定要隨著他卸掉 他 你看這都很早 我們通信 有一個師父 都不敢睡 說美國都不敢睡 百米四五點 都一早 走去白宮 不然就走去國務院 因為我們都離那裡很近 大概用跑了二十幾分鐘 會到 早上都每天去走 結果他看到 他隨著說 我們隨著他建議 馬上改 你看 這是我們的機 這是華盛頓DC特區的機 這是飯店的機 這是美國的機 你看 他馬上就改 美國 我們跟三十幾個 住他們的飯店 他就 都掛我們的機 然後我們跟他要求 他馬上就改 但是 我們去日本 日本人很不懂 去三邊 一次都百幾個 百五個人 住他們的巨蛋飯店 跟那間飯店 第一邊去 他 他 他把我踩在門口 我們 他就把我們收收起來 我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們收起來 他說 每個團體來都這樣子 他都不敢把我們掛 我說 不然你要把我們身體 身上去 他說他沒有去身體 找不到其作 他說他沒有去身體 剛開始我也找不到 剛才早上 我就說我不想眠 哪有那個飯店這麼大間 沒有去跟他身體 我就去找到 你知道嗎 有啊 你怎麼有四肌 齊肝在那裡 為什麼不生齊 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他們沒有去生齊 我說好啊 你現在不敢把我們生齊 你所有的機都不能生喔 你如果生去 我就要求你一定要 舍我們的齊 結果 我們如果去那裡住四肝 他們和他們自己的 日本機 還有他們飯年機都不敢擱 所以 日本人這不可能 第二世界大前 劍拜 然後 那種 戰敗的那種 驚 驚到現在 驚驚山都驚驚 你看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一百五十幾個人 比他們這飯店 我們去 這飯店我三十幾個去 他就掛我們的機 結果那百幾個 都不敢跟我們掛 今年如果去的時候 我又繼續 會去跟他做 這就是 剛才那個就是 我們大文化飯店的大廳 這就是第二天 我們行程很晚的 第二天我們就辦酒會 這就是四季飯店那間飯店 他那間飯店不是百年的歷史 所以他不是很豪華 不過因為 那是一個指標 美國 他們華盛頓 DC特區 他們要 重要的發表的新聞記者會 都在利用這間飯店 所以 他邀請 美國政府官面 就說 我們要沿著辦 跟 那個 好像格局 跟他們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就 一定是尊重他們 那就在那辦 你看 早上他就把我們掛機了 隔一天早 早上他們工作人員 就叫我們的旗子掛上去 我們就 有童心很早 很早就跑去了 他就在那裡 說 童心就一個一個來 然後就在上面拍照 因為 你看 這個最怕的 那天他沒穿什麼的最怕 結果那天 洛杉磯的死報 他不想退 他不想退 就